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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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決定成就,遇到能信能解,能夠認真努力去做,善根福德因緣 三個條件具足,我們這一生決定成就,無量劫來的災難都能夠免除,這個是諸佛如來的教誨 修學,最低的水平五屆十線,要從心底上將它做到 起心動念,言語造作,以這個為標準 職工累得,遙依,誓尊在法花經上所講的五品位為標準 這個標準都是最低的,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古人講這個法門,萬修萬人去 這句話是真的 不能去,是你,沒有 如理如教的奉行 如理如教修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 今天,我們不必唱高調,不必講得太高,太遠,是沒有用處 不切實際 我們現在生活是甚麼環境,我們現時是怎樣的程度 法一定要契機,契我們現時之機 我們只能夠得到真實的受勇 經常講的幾句話很嚴重 我們要警覺到 不修十線,專造愛業 這兩句話是總說 這四句話是要說 下面,將十惡舉出來 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矣語,恶口,兩舌 貪親邪見是癡 這是把十惡葉說出來 我們一定要警覺到 這個十惡葉我們有沒有 落實在生活行為上佛說不孝父母不敬三寶 這是為人處世的根本 儒家佛家的教學都是以孝道為基礎 到終極的目標也只是孝道的完成 這句意思我們在《孝敬》中說了很多 我們對於孝敬兩個字實在說不懂 這件事難怪 為何不懂呢 沒有人教的 你又怎能懂得呢 佛在經常說 嚴浮替眾生以根聚利 看懂得很難 聽得很容易 聽得很容易懂得很容易 但這一生當中 没有缘分遇到善知识 没有人为我们将这些事情 说清楚 说明白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懂 孝顺专师这四个字认识 怎么说法 不知道 怎么会做到 我们在地藏经上讲过 实在讲 每一次讲经 遇到这些经文 我们都小说 希望 我们同学们 多多的分杂 然后只能真正在生活行辞上提高自己的警觉 勉励自己 认真努力修学 下面这个文上讲 你不考父母 不敬三宝 更相纷争 这是必然的道理 这是我们讲的斗争 坚固 每个人执着自己的邪见 这是佛经上讲的 我们世界人讲成坚 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 比起见解 不相同 就起了争执 人与人争 国与国争 那还得了吗 下面讲 互见 毁欲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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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辱 互相 任情 喜见 任是放任 情是情执 完全 不愿 徐须自己的感情执着 生喜 邪之邪肩 非法谋求 求命 求利养 求地位 你所欺求的 都用不正当的法律 方式不合理不合法去謀求 試問一下能不能求得到呢 亦有求得的 你為甚麼事求得到呢 命裡有的 命裡頭沒有的求亦求不到的 這件事了凡四分裏面 說得很明白 各位可以多看看 我們過去對了凡四分有詳細的講解 有錄音帶保留著 大家亦可以多聽聽 所謂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這句話說得很有道理 亦是事實真相 但佛家說的是佛事門中有求必應 古內祖師大德教導我們 這句話亦沒錯 雲谷禪師教完了飯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出學佛時 成蒙張家大師教導我 佛事門中有求必應 佛事門中有求必應 但要如理如法的求 非法謀求決定得不到 非法謀求決定得不到 非法謀求你得到的 是你命中所有的 但已經跡幅了 已經損失一半了 這些道理事實都要懂 因為這種恩怨 這個世間自由戰爭 戰爭是人禍 飢餓 有疾病 這個地方說的疾病 是瘟疫 各位這幾年 看到 畜生有嚴重的瘟疫 英國那些牛有瘟疫 香港前幾年雞又有瘟疫 台灣豬有瘟疫 都殺了 百萬隻以上 但到有一天 人有瘟疫的時候 又怎麼辦 非常可能 天災人禍 有瘟疫 種種壽報 這個壽報從哪說來呢 是自己做作的 我們看到畜生壽報 要想到 不了解事實真相的人 不相信 我們相信 畜生前世都是人 為何他受畜生身 他做了不善業 今天墮到這個身 墮到這個身 還要受惡報 你說多淒慘嗎 所以 由此可知 都是自作自受 決定不是別人做作的 今年是一九九九年 全世界古老的語言 都說今年有大災難 這些資訊 小冊子很多 都可以看到 好 昨天台灣同修 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 台灣現在 大概社會上 亦受這種 傳說的影響 人心浮動 在電視台上 有些人 解說 這種語言 並不是完全可靠 勸大家 不要相信 把心定下來 這也是安定社會人心的方法 但這不是究竟圓滿的方法 究竟圓滿的方法 是要將這些事實真相 讓大家看清楚 命運 決定有 個人有命運 家庭有命運 國家有命運 世界都是有命運的 命運既然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自己當然可以轉變自己的命運 古人懂得這個道理 所以 一旦遇到天災人禍的時候 你看看古時候 帝王大臣 懺悔 反省 懺悔 改過自身 斷惡 斷惡 職工雷德 從此人知道這樣做 家中遇到不幸 一家人 懺悔 一家人 改過自身 國家遇到這些災難 帝王大頭 受懺悔法 這很有道理 決定不是迷信 現在人自以為聰明 自己以為科學 知識超過一切 實際上 與其迷信科學 不如迷信古性先然 實際上 要知道 古性先然 他們的學問知識 是千百年累積下來的 不會有差遇 不會有差遇 科學 究竟有沒有差遇 現在還未發現 因為時間不長 換句話說 經不起歷史的考驗 古人的教會 經過歷史的驗證 我們怎麼能疏忽呢 所以 說到 吹吉避空的 理論 與方法 還是在佛法裡頭 在中國瑜伽 道家的典籍當中 一定 要將善惡 邪正是非 概念 先要搞清楚 搞明白 我們才懂得 什麼是惡 要怎麼斷惡 什麼是善 要怎麼修善 在我們短短的一生當中 把握著 稀有難逢的機緣 佛在經上常說 人生難得 佛法難問 能信 能解 依舊奉行 能信 能解 依舊奉行 到一切符握 到一切符握 這個是事在人為 是 將吉凶禍福的因素 找出來 把吉凶禍福的因素 找出來 積福之根 從心底上培養 自自然然 災禍 在我們這一生 就無法遇到 真正 真正懺悔 業障 真實的修謝功德 就在今天 就在此時 希望我們大家 要明白 要認真 努力 勉勵自己 去做 我們一個人修行 心量要發得大 代替 這些世間 很多很多 迷惑顛倒的眾生 我們待他們修 亦能消除他們的災難 我們自己災難先消除 忠然不能夠 將他們的災難全部消除 至少 亦會將他們的災難 消除一部分 災難減輕 時間縮短 這個效果 是肯定的 希望我們認真努力 好 今天時間到了 就講到此的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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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